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做色力而内认吗 它就是色力而内认 你相反 你是色认而内力 我所说的这两个词 还不简简单单是那两位老师所说的 他是外强中干 你是真有实力 我不是说一强一弱的关系 我所指的色认而内力的意思是 这个男人表面上很凶 但其实心里很柔软 你表面上看上去很柔软 其实你的心很硬 你心里对这个男人是没有多喜欢的 他有种种的缺点 可能也有点意思 虽然他很懦弱又没本事 但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看多了很多聪明独立成熟的女性 就因为爱一个男人 变得不那么独立 变得歇斯底里 但你不是 你的心还挺硬的 那你说让他饿着就饿着 虽然我很赞同 对这种男人的这种管理方式 是很正确的 但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来 你没有多爱的 我觉得如果我不对他应远的话 他根本不会 对我赞同你对他的这种方式 人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 父母不应该宠你孩子 对吧 但是在严苛教导他的同时 打又或者是骂的同时 心里是很柔软的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的柔软呢 所以这个东西很矛盾 方式是对的 但同时也显现 你对他 其实心情并没有那么柔软 你其实明明 感悟到了一些什么 但你只是不敢说而已 比如说 你明明感悟到了 你不如他 生存能力不如他 情商管理不如他 你哪哪都不如这个女人 这是你第一点感触到的 第二点你也应该可以感触到 就是这个女人 没有你想象的 或者你所需要的 那么爱你 所以你总是用 我建议着这个女人 如果再好 我希望同时 不许可找到 你的柔软 现在是开心 不宜 les负的 和你或是 请在按设计 但你不许可 把他 或者是 给你 扶持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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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因为我现在还在上学嘛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没得选 我并不是不想去找兼职啊 然后说去赚钱养活你 但是实在是因为 并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做这些 因为我得考虑得更长久一点 把自己更多的注意 放在现在的学习中 毕业以后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是吧 可是你说我有没有做出什么努力 我知道你画成大手大脚 我之前是有让你做记账啊 什么就是记录一下你每天的画伤 你那记了两三天然后就没了 然后到月末还是没全 我也不会说一定要你经济条件怎么样好 但是你至少你自己得做出一点努力吧 你不论总要说什么 兼职找不到啊什么的 别哭了 回去吧 请回 谢谢 一年的大学的爱情 来请官们今天向一个分水岭 他们会如何选择呢